喂,大家好 這個呢 當日我在橫芽精工製品廠做的閃燈 想不到呢 現在Ebay有得賣的 這支是最好賣的 這支叫AR14 閃燈有所謂的guide number 射到幾遠 做到在ASA100之內 用什麼光圈拍到一張正常的照片 有一個exposure table 曝光表 這些 現在我想都很少人認識的 另外一部呢 AR16 高級過AR14 那這一部呢 AR24T 我想應該是Multi Dedicated 怎麽為之Multi Dedicated呢 這支燈一般一射就射光出來拍的 但如果這些呢 有Dedicated的呢 它就是有一個 一個感應 一個感應元件 光敏 其實它是光敏電阻來的 它射光出來之後 那些光一回來的時候 一夠用的時候 它就截住那個電容器 不再放電 即是夠了 不要那麽浪費電 因為已經 已經夠 夠照明了 拍到了 漂亮的照片了 這樣就停了 變了那個電容器 所以呢 就不需要完全放電 那麽就可以 繼續充電 一充充充電 就去拍下一張 所以這個就是 電腦閃燈的優勢 所以電腦閃燈裏面 就有這類型的電容器 所謂的 就是水桶 很多時候 我們有些 朋友 有些閃光燈 拍得一兩拍 已經不夠力 那我們 拍膊子拿來 我們去工廠 我們就會 將它的電容器 換上去 一般的電容器 叫做Electro Elec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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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acitor 这个電解質電溶 裡面 有一個Electro 的電解涼 電解涼 將那兩塊極片 分開 但這種 有電解涼的電容 有一個幣端 就是電解水 就會乾的 大概七、八年 在 Crash 玩完了 所以电解液干了,不懂的人就丢去买一支 如果懂的人就拆开去鸭寮街 两三元港币,买一支电容器换去 就等于一支新的闪灯 试过有时有支4万mL的电容 我又找不到一支5万6的电容 无所谓,尺寸差不多,换一换下去 哇,搭屎搭着糖,为什么呢? 以前也没那么大容量,换完之后 换一换一换一换,更厉害了 你说爽不爽? 多谢收看,欢迎订阅